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叔跟婶对你不好不好不让你吃饭 啊?出家人心善 出家人嘛慈悲为本方便为怀 扫地不伤楼以命爱惜飞蛾杀到灯了 听你这儿我受不了了 这个怎么怎么不让说话啊? 对你不好吗?管着你是吗? 吃饭这怎么回事? 一天才吃五顿 我说那天比我这待遇还强呢 我那天才吃两顿 哦是这样 我问问你 你以后想打算干嘛呢? 我说没有干嘛 我说没事干 我想找一顿管饭就行 慌热了 他吃管饭 这样的话你跟我走吧 我瞧你这身子骨可不错 练练武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练武 打拳踢腿 我以后就满身的武艺 学会了武艺打算干嘛呀? 回家抢饭吃 你现在小 等你大了你就不这么想了 我就住在后山 有一个慈悲寺 你要是愿意的话 你回家说一声 跟我走 我那管饭 我还能教你练武 好啊 回家跟书跟婶一说呀 书跟婶眼泪都下来了 不是舍不得 是真开心的 太好了太好了 找机会得谢谢这个老和尚 去吧 孩子到那去勤快点 我知道 那个老和尚说的 你别想我 三年我就能学会 三年后我回来看你 婶说那着什么急的 说三年 人家说三百年你都跟那儿学 三百年后我回来跟您上婚了 打这起 来在了庙中 跟这个老和尚 开始是练功 这一练功比原来还是受罪 早先不用管 混吃闷睡 现在如今不行练功 得早起 而且要求他天天 第一 得打水 庙里面很多口大水缸 他得一桶一桶的挑 小孩后来回来 还不在家呢 家里面就读钢少 他这钢太多了 第二一个 让他上山拔草去 为什么呢 这草弄回来得烧火 可以解 不能用镰刀 用手 拿手拔 什么叫干草 拿叫湿草 能烧的全弄 简断皆说 那我一晃两年过去了 利益大无穷了 坐着毕了 老何问他 孩子你可来两年了 你可吃了我不少两年了 当然师父很爱你 是吧 你自己发自肺腑的说 这两年来师父拿你当什么人 拿我当扛肠活的 没有 我拿你当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两年是你的打基本功的时候 从明天开始 我要教你练武了 打这起 什么叫拳脚 哪个叫共棒 开始学 这样一晃 在山上一共待了是五年左右 咱们简短节说吧 武达是全身的本领 要出去四处的街交朋友 投名师 访高友 到二十来岁的时候 就是一身的能力了 轻易的没有人能打得过他 所以到后来 遇见了老虫精烈相公 才在魏州做了一个提响 当地的衙门的小五官 人听好 好结交朋友 行杀仗义 查到谁要是欺负着 他受不了 他得过去 得管 所以说在魏州一带 口碑特别好 所以到后来 才惹离他天那祸 就是全大阵关系 其实好多人都知道 这个故事很简单 但是说这个故事简单给简单 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现在去模仿 你们是法治社会 你不能是走到街上看谁不顺眼 冰冒五色的 就给人打一队 弄了就打死了 是不是 这个不合适 因为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从金家妇女引出来的 金老头 带着闺女 金翠莲 还有老伴 你家三口 他们是东京便梁郊外 金家湾的人士 这您家里边啊 着了火了 没辙 来在了魏州要偷亲 偷亲不在 房友不着 万般无奈 就住在客店里边了 结果呢 水土不服 这老伴得了病 死在这儿了 这可怎么弄呢 说这个买死人也没钱 说回家也没钱 说继续活下去都没钱 这可怎么弄呢 这个小客店呢 掌柜的姓曹 曹掌柜的 这小子不是好人 财迷 在他心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钱 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了 而且呢 财迷的过分 你哪怕是推车大缝从门口过 他都得尝尝闲当 是这么一个主 一瞧这可不行 你这一家三口 连死的带病 都给我们这儿 猪怎么弄这个啊 老头哭了 曹掌柜的 您给出个主意吧 我们现出机是 上天一路 目的无门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就剩我妇女二人 曹掌柜的 瞧这这姑娘 翠莲 长得很漂亮 眼睛也挺大 就说话 就里边牙也挺齐 曹掌柜心说牙好 胃后就好 是慢慢想啊 这个挺好 就把老头叫得大不来了 你就是拿个金饭碗讨饭吃 什么意思 像如今你们妇女困在这儿 其实你要听我的啊 就是你的女儿 她叫金翠莲 男大当婚女 女大当下 现如今 身大秀长 你带着她出门在外 也不方便 老话说得好 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嗯 你就不如埋在我们这儿 你千里迢迢 来在两位中投尽 你的目的就是死在我们这儿 对不对 老头糊涂啊 我们是为活路 才从你们这儿来的 那都无所谓 那并不重要 你愿意不愿意 你要愿意的话 给你姑娘找一主 你马上你就了不得了 找有钱的人 以后你就富裕了 越来越富 你就是越富 老头说找一群人 我也是越富啊 那就找一个真正有钱的人 那要这样的话 你咱们找吧 那找就找有钱的主 你们完了 好像是没找到合适的 但实际上在他心中 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谁啊 就在魏州城里 有一个地名叫状元桥 状元桥下往东一拐弯 有一个肉铺 在当地来说 卖肉的行业 人家是遥遥领先 尤其这个掌柜的了不起 此人姓郑 人家管他叫郑图 图是图 孵着图 说他是杀猪的 郑图 姓王杀猪的 王图 姓郭的说线呢 郭说线 意思是这样的 有个外号叫郑关西 另外听这名都知道郑关西啊 连日本人都怕他 郑关西跟孟大胆名不误 那是后来他们瞎编的 郑关西有钱有事 而且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漂亮女孩 如果说把她说成了 连曹掌柜都能占光 赶紧找去 这也说把郑关西弄坏了 郑关西有一最大的特点 这音乐这嘴能裂到耳台子 为什么呢 她的门牙与都不同 这门牙是这么大个 曾经有人说过 郑关西的牙掰下来 化妖姬 扔了麻将牌堆里边 就是他个大 谢谢